接著要來關心的是日本九州熊本縣 在昨天晚間是發生了規模6.5的強震 根據日本媒體的消息 已經是確認有9人死亡 至少900多人受傷 而初步的調查 沒有台灣人受到波及 而根據過往的記錄 這一次的地震 是日本有史以來威力第四強的一次強震 根據當地的媒體報導 熊本縣14號當地時間晚上9點26分 發生了6.5的強震 雨震不斷 在15號的凌晨 又觀測到規模6.4的地震 但是有部分的地區震度是高達7級 那麼日本氣象廳是表示 地震的震央位在熊本縣的熊本地區 震源深度是10公里 那麼是屬於潛層的地震 也造成了19棟的民宅倒塌 以致是有9人死亡 近900人受傷 那麼是以熊本縣的一城艇 災情是最為嚴重 有超過兩百名的傷者在線 內的各醫院接受治療 而當時也有大約是1.5萬戶停電 1908戶停水 大約是兩萬三千多人被疏散到避難所 目前日本政府是已經派了大約是 350名的自衛隊人員 前往災區來協助救災 這次判數用尼千萬個 我們現在是在668戶停電